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幾天有很多人反應 沒辦法訂閱我的官方頻道 那我要跟大家講 你不只是按這一個 不是按我影片這邊 是按影片下方 這不算下方 是下方的下方 也出現第二個紅色的訂閱 那沒關係 因為很多人是從我LINE裡面 開始找不到我訂閱 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畫面來請導播 我們來教大家一下 如何訂閱我的官方頻道 來 電影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譬如說這幾天的畫面 你突然有些人會點到這邊來 或點到這邊來 然後覺得沒辦法訂閱 的確這些是沒辦法訂閱的 這些死屍跑到一個頁面去 他沒辦法跑到YouTube頻道 所以最好的方式 如果是用手機板 我電腦板沒關係 電腦就打開YouTube 手機板很簡單 你就在手機這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手機的這邊 手機的這邊 這邊有個YouTube 有沒有看到圈起來這個地方 我再把它放大 有沒有看到你手機 假設你撥那裡是iPhone 還是什麼的 有個YouTube的記號 你突然會看吧 你會打開YouTube 好不好 打開YouTube的地方 你們來看一下喔 在這邊 很清楚的 我們可以怎麼樣 點進去YouTube 點進YouTube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喔 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個以後對不對 是YouTube的畫面 這個我的YouTube的畫面 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 投資長我 郭老師我最近很認真 還會學PR 有沒有Premiere 有沒有看到 做後製喔 所以我們最近會有一些後製影片 都蠻精彩的 都要學這幣告 不要理他 好 這邊 有看到一個搜尋 用紅色的比較好 這邊 我們有個搜尋 有沒有看到 這個搜尋 太小對不對 我知道 打開YouTube以後 有一個紅色的搜尋 打開YouTube搜尋 這邊有個望眼鏡 放大鏡 你點到這邊來以後 YouTube的畫面嘛 剛才點一個YouTube的APP程式以後 會點到這個地方 好 點進去以後 它就會出現了 來 請你搜尋 有沒有 搜尋這邊你就打字 有沒有 打 郭哲隆 我像我打郭哲隆 搜尋郭哲隆三個字 搜尋郭哲隆三個字 要很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喔 搜尋網友以後有沒有看到 就郭哲隆的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好 你要注意一下喔 要選一個影片 你可以選他是誰 這個影片 就是 詩琦最近跟我拍的 要寫郭哲隆分析師喔 一定要是郭哲隆分析師 要有這邊有喔 不論什麼影片 都一定要郭哲隆分析師喔 好不好 不是我之前的其他影片喔 不是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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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這邊 重點是要寫郭哲隆分析師 不是什麼財經的 是這邊的 要選郭哲隆分析師 這個地方 的影片 有沒有看到 看起來比較活潑的影片這邊 郭哲隆分析師 你隨便選一個影片 你選這個影片 他是誰 點進去 點進去完以後 對不對 一定要有郭哲隆分析師 點進去喔 一定要郭哲隆分析師的名字 有沒有 這邊 我有幾位訂閱者嗎 有沒有看到 在這邊 在這邊 你們很多人都以為要訂閱這邊 不是 是訂閱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訂閱完以後 就會出現 小鈴鐺了 然後告訴你 已經訂閱了 再把小鈴鐺點進去喔 再把小鈴鐺點進去 就大功告成了 會告訴你 已經訂閱灰色的 好像我講的 雖然從紅色變灰色 可是訂閱我的頻道 你會人生變彩色的 然後再一個小鈴鐺出現有沒有 這裡有多一痕 有多一痕 告訴你說 以後 我有任何影片 都會提醒各位 好不好 那這個今天 大概是訂閱 怎麼訂閱我的頻道 我相信 解釋得非常清楚 最重要的是 你要點去Youtube的APP 翻程式 或電腦 你要點 要去搜尋Youtube Youtube Youtube 或者Youtube的一個搜尋方式 搜尋郭哲龍 然後找到郭哲龍分析師這邊 這重點是郭哲龍分析師 好不好 然後開始訂閱我的頻道 點這兩個 一個訂閱 一個點鈴鐺 訂閱完以後 才會出現鈴鐺 按鈴鐺 告訴你 以後 就會有訂閱了 有這兩痕 按完鈴鐺就有這兩痕 所以相信今天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還不懂 怎麼訂閱 沒關係 你還可以私下賴我 最近我還蠻閒的 跟大家講 那同志朋友 那歡迎一切一切 也是 有任何問題 可以稍微私下的一個請教我 那沒關係 只要我有時間回的話 那相信今天的訂閱我的頻道 應該解釋得非常清楚 如果問題還是可以歡迎 但是不要來電 我們沒有給電話的 就是私訊我 那不知道你訂閱我們頻道了沒 我們以後接下來 陸續陸續續更多的一些 精彩的一些節目 呈現給大家 謝謝各位